沙巴巫统主席邦莫达早前因为不愿意 让沙巴前首长穆沙·阿曼重新掌舵 让沙巴巫统内部出现了倒邦莫达的行动引发内讧 如今适逢沙巴周选前夕 两派人马是否还存在着政治旗舰呢 巫统主席阿莫扎西今天是主动出来还甲 表示他将会在巫统跟穆沙·阿曼之间盖一座桥梁 还是让桥梁变得稳固 强调双方正在重拾救好 那好了重拾救好之后 万一国阵胜选谁又会是首长人选呢 阿莫扎西就表示 如果国阵有足够的议席组建州政府的话 那他们将会把权力完全交给获胜的国阵州议员 并从他们之中选出首长人选 他形容这是国阵跟巫统在历史上 从来没有过的权力下放 而这将会是他们的承诺 尽管沙巴巫统在周选来临前夕一度闹内讧 不过国阵兼巫统主席阿莫扎西 今天还是率领一众领袖 包括巫统老二莫哈莫哈山 和沙巴国阵主席邦莫达等人 在亚比启动沙巴国阵竞选机制推荐里 而阿莫扎西在台上致辞时 是直接否认巫统为前而来 阿莫扎西强调金钱买不到尊严 更何况巫统到现在都还没有获得法庭释出的全部资金 他借此试图反驳巫统玩弄金钱政治的指控 另外针对国阵和国盟的议席分配进展 阿莫扎西笑称已经谈妥了95% 阿莫扎西补充 一旦国盟和国阵都达成共识 就会对外交代 公布一起分配的地点和时间 这个星期六就是沙巴州选的提名日了 而就在各政党忙着做最后斡旋之际 解散州议会是否合法 州选是否能够如期进行 那还有待法庭的判决 在沙巴前首长沙菲毅宣布解散州议会之后 前首长穆沙阿曼跟33名州议员就入禀高庭 单方面的申请司法审核准令 挑战州元首解散州议会的决定 并要求高庭发出庭令禁止州选 后来压壁的高庭在8月21号就驳回了这项申请之后 穆沙阿曼等人又再一次向上诉庭提出上诉 不过来到今天 上诉庭三司一致裁决 驳回穆沙阿曼等33名州议员提出的上诉申请 上诉庭法官阿都卡林在宣判的时候就说 州元首有权解散州议会 而压壁高庭的判决不存在技术问题 换句话说 沙巴州选依旧会如期举行 9月12号提名投票日是9月26号 那另外针对近期沙巴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有飙升的迹象吗 这会不会影响沙巴州选举呢 省委会主席阿都卡林就指出 尽管沙巴 陡湖还有拿堵 出现新冠肺炎感染群 但是情况还是受到控制的 因此沙巴州选举会如期举行 他就指出跟士林补选一样 省委会将会有标准作业程序 来处理选举工作 PAO TORONTO 感谢观看